从这里我们看到古大大的教学 我明白之后 我也在学校教过经历书 看到现在学生幸福其造 那幸福其造的程度 比我超过我十倍都不值 我那个时候老师都嫌 幸福其造都要我定下来 现在学生幸福其造 定不下来 是又其中第十八月月 无作佛实 这功果是释迦牟尼佛自称 祝福国人民 由做菩萨道者 常念我进阶心 这个进阶心就是清净心 受宗时我与不可记彼丘中 飞行银之 共在秦令 即还审我国 作欧为月之 这个愿了不起 他发的这个愿 而且呢 他的愿都兑现了 如果不对现呢 他是不称佛 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称佛了 说明他四十八愿 远远远兑现了 在第十八愿 这一愿非常不明 他在知情 行菩萨道 行菩萨道是学佛 做佛呢 是成就的 修学圆满了 得到这个学位里 佛陀的最高的学位 他得到了 所以佛法不是宗教 宗教里头只有神 人不能成神 不能跟神平等 佛教不是的 佛教是教育 佛陀是最高的一个学位 每个人都可以拉到 就像学校波斯学位 你只要好好去修学 你肯定会拉到 所以佛太多了 不像上帝只有一个 真神只有一个 佛到处都有 佛在过行过夜 佛在男女老少 所以要晓得 他是学位里的 菩萨也是的 阿罗汉也是的 都是学位里的 祝福国人民 这个祝福国 就是一切祝福 他教学的地区 这地区里面的人民 有跟他学习的 这一点 我们在经典上 看得很清楚 很多同学 地藏经念得很熟 你在地上 记转间会会发现 发现什么呢 发现很多宗教徒 跟着佛说佛 佛没有叫他 放弃他的宗教 你就晓得 佛是教学 无论什么宗教 新娘什么宗教 都可以来修 来求学 像现在学校一样 学校 学生 学生很多 新娘宗教都不一样 他都上这个学校 他都上这个班级 跟老师学习 这个你要知道 你都讲清楚 佛罗门女 是佛罗门教的 一个信徒 佛罗门教 就是现在的 印度教 印度教的前身 是佛罗门教 没有叫他改变 他是佛的好学生 好弟子 他是佛罗门教里 好的信徒 佛罗门又叫他 放弃宗教 再说这个 那就错了 第一点要懂得 佛陀是教学 是教育 叫什么 叫你开智慧 叫你了解 宇宙人生的真相 叫你知道 怎样提升自己的灵性 怎样改变你生活的品质 学习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比今天大学丰富多了 大藏经 就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来教修的一些教材 这个要知道 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 没有写书 这些教材 是他老人家过世之后 学生们 从记忆当中 写出来 流传个合适 跟孔子一样 孔老夫子当年在世 讲学 也没有讲义 也没有文字 东西发给大家都没有 论语 是孔子死了以后 学生 把父子的言行 记录下来 成这本书 流传合适 世家比孔子还早一点 大概跟老子同时的 所以 我们对佛陀要认识 你不认识 盲从 人云业远 就变成迷信了 佛法教学的宗旨 破迷其信 你怎么搞迷信 哪有这种道理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特别是在现前的学会 许许多多人 对佛教产生 错误的 见解 错误的看法 我们在年轻 也不例外 也是受到 学校老师的影响 学校老师告诉我 宗教是迷信的 佛教是宗教 佛教在宗教里面 是低级宗教 为什么呢 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神 这唯一的真神 佛教是泛神教 多神教 什么都败 低级宗教 我们从小被观众 这个理念 所以夜三 没有念头去碰宗教 不接近 不碰他了 我学佛的缘分 是跟方诺卫生 学哲学 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 最后一个单元 佛经哲学 我感到奇怪 这佛教是个低级宗教 他怎么会有哲学 方老师告诉我 你年轻不懂 释迦牟尼佛 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 你所哲学的哲学家 没听说过 佛经哲学 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 也没听说过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是在阔堂里面被他 转过来了 我想到老人家前脚 我说老师 你从哪里学来的 老师告诉我 抗战期间 他在中央大学教授 他是个哲学家 二十几岁 就是陈明的教授 陈明教授 有一段时期 他生病 在欧梅山养病 抗战期间 政府设在重庆 中央大学好像是在成都 他在这个欧梅山养病 在那个时候 在山上 山上非常亲近 以后我也去过两次 山上没有报纸 没有杂志 什么书也没有 只有佛经 他就拿佛经消遣 每天就看佛经 越看越有味 从此之后 他就离不开佛经 天天看佛经 真的我就迷了 迷在佛经里头 发现佛经是大学问 发现这学里的许多问题 不能解决的 这佛经人都有 都找到他 所以他告诉我 他说佛经这学 你要真想学 不在寺庙 寺庙没有了 我说为什么 从前寺庙 出家人真有 真有道德 真有学问 现在的寺庙的出家人 他不学了 我就明白了 他说你要学的时候 你到经典里面去学 这个话实在讲 非常重要 他要不讲这个话 我如果一逛寺庙 看到出家人 跟他就讨论 向他寻教 他答不出来 那我就怀疑 老师这个话有问题 好在他把话 讲在前面 你到经典去找 不要去问出家人 以后 我也遇到出家人 遇到张家大使 我向他老人家寻教 这个老人很特别 跟我有特别的缘分 非常思想 他的修行 感动了我们 这年前 我头一天跟他接触 第一句话 向他请教 我从方老师内知道 佛法是高等 是大学问 我请问大使 佛门里头 有没有方法 让我很快能起书 我提出这个问题 张家大使看着我 我也看着他 我们两个对看了 半个多小时 一句话没说 半个多小时以后 他才开口 说了一个字 有 这一有 我们马上就等动了 他又不说了 过了七八分钟之后 他才讲 他讲话讲得很慢 一个字一个字 看得不放得下来 第一次见面 大概是两个小时 讲话没有超过十句 我到了十几二十年之后 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佛法里面的教学方法 我们年轻人 心浮起早 提出这个问题来 不回答你 看着你 让你 把那个浮躁的气焰 讲下去 到你的心定下来了 再跟你讲 这个时候 给你讲的东西 你听得进去 你听得会开悟 你会记得 你会一生不改变 从这里 我们看到 古大大的教学 我明白之后 我也在学校教过几年书 看到现在学生 心浮起早 那心浮起早的程度 比我超过我十倍都不值 我那个时候 老师都嫌 心浮起早 都要我定下来 现在学生 心浮起早定不下来 所以我也就不干了 我学校就不去教了 我倒很愿意的时候 常常给这些教授们 聊聊天 他们还行 阿 祢 佛 阿 祢 佛 阿 祢 佛 阿 祢